那我OK我11月3號已經有人聽過 那現在我也要分享 就是現在我們在場的還有幾位是大陸的陸生 那我前天去也跟他們分享 但是是對他們介紹台灣 那基本上我的工作呢 就是在這兩岸這邊做一些所謂的文化的交流 那特別是對於創業這一塊 其實是我15年開始關注之後 那後續就衍生出許多的一些狀態 我大概是15年底 就是發現說整個中國的青年的創業 真的在各地如火如荼的展開 那實際上我後續到北京我才理解 更好的時間其實在13年的時候 13年的時候聽說北京那時候有一條創業大街 然後那邊的那個情況是幾乎就是 那個非常多的人拼命的在咖啡店裡 可能他去喝咖啡目的其實他在找投資人 那這是整個中國目前大陸創業的一個發展 那後續就是我去年很專注的去了北京上海 浙江包括義烏杭州 京華 宁波 溫州 然後以及到後續福建這一塊就是福州 廈門 那參返了許多 就實際進去走了許多的孵化器 好 那那個7月的時候去年7月大家都知道 就是曾經有雜誌就寫說哇 那個大陸現在創業 對台灣的優惠很好 好到就是你可能去啊 然後你就會有什麼有房子有車子之類的 這樣的說法 但實際上就是那樣的一個報導 其實衍生出一些問題來 那但是我這邊就是比較完整的 會把這個事情再說清楚 那後續我們自己的媒體也在今年特別的 就是針對這個題目呢 很專注的要做一個 全方位的報導 好 那從孵化器開始說 為什麼要去提到美國的孵化器呢 因為不論是台灣的育成中心 或者是大陸的孵化器 其實最早都是仿自於美國矽骨的 這個全世界第一家YC的這個孵化器 那在中國 OK 在歐美我們可能稱 所謂的incubator這樣的一個空間 那大陸它的說法有很多 包括所謂的創新型孵化器 為什麼加創新型 我待會兒會再多做解釋 那也有一些地方叫所謂的重創空間 或者是創業咖啡館 加速器 高新技術創業服務中心 這一類的其實都是所謂的孵化器 但是它裡面呢 有它功能跟細節上 或者是它在做 就是進行所謂的輔導 創業的資源上會有一些不同 那台灣我們最理解就是學校的一些育成中心 一般來說就是這些孵化器 它其實會提供的就是一個基本的物理空間 比如說它就是會有一個 大家一起可以過去工作的辦公室 那或者是一系列的服務 那大陸很喜歡講就是所謂的幫扶 就是你創業 新創公司的時候 你其實會遇到許多的流程環節的問題 比如說你光要登記公司 那你可能登記公司的時候 你就有很多的財稅 或者是辦理公司登記時需要去處理的問題 那這些基本上在孵化器 它其實是可以幫忙做一系列的幫助 那其中當然就是最大的期望是說 它能夠降低創業者的一個風險 比如說它會提供創業者 一些所謂的創業指導 你遇到問題的時候 一般的孵化器裡面其實會有老師 或者是所謂的裡面的工作人員 他們會給予你一些所謂技術上的支持 那又或者是說有一些孵化器 它的資源背景比較雄厚 它甚至有可能可以幫你做所謂資金上的 資金上的爭取 那這是目前整個世界上孵化器 就是對孵化器這個定義 它會產生出的一個情況 那世界上的第一個孵化器就我剛才說的 把雅虎賣掉之後 他自己手頭上有一大筆現金 那他突然不知道自己要幹嘛了 所以他就決定試著把他自己在創業上的一些想法或經驗 去轉換做一個孵化器 那當初其實世界上並沒有孵化器這樣的一個空間單位 那這個孵化器就是這個創辦人 他就以他自己的觀念去試著去做了這個孵化器 那這邊有一個紅字我特別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孵化器其實基本上對於孵化者 就是孵化器本身背後的投資者來講 他們其實都在努力的希望透過孵化的方式去找到鑽石 所謂找到鑽石就是說 比如說像他們去找到了Drawbox 找到了AMBNB 他即使基本上一開始他其實是比較小的投資 進入了他們這些公司 佔有他們的一些股份 那後續因為他們可能就是甚至上櫃上市啊 那好幾番 那所以對於這個創投者而言 他可能就是變成是以一比 甚至就是他們投資剛開始的額度 比如他這邊有寫 投資的額度只有1.5到2萬的美金 那可是後續他們都是翻好幾百倍 甚至好幾千倍 那這是孵化器 在世界上孵化器 他們比較會去運作的一個邏輯 那目前在大陸的孵化器 也是有部分的孵化器 他有這樣的一個運營方式 那他們的孵化器有分很多類型 比如說有所謂以導師為特色 比如說像我剛才講的這個YC這家孵化器 他很關注的就是說 他能夠透過導師的指導 幫助大家解決孵化工作上的 就是創業上的問題 那當然也有專門就只以投資為主 比如說他確定說他今天手上 總之他就是想要那個 以1比10比100之類的 就是他投資你2萬美金 他希望能夠迅速翻倍 那他就會是以投資特色為主的孵化器 那也有孵化器他就是做很多的課程 不斷的舉辦課程 他透過課程來作為他的收費 那也有做所謂的場地 所以不同類型的孵化器 在美國都存在 那很有趣的是 中國也將這樣的概念 全部複製到大陸 就是現在大陸的孵化器 也都有這一類型 就是有所謂的走導師制 走投資 走課程 走場地 那更多當然就是會做所謂的中和版 就是他的孵化器裡面 他可以提供你非常多的 多元的服務項目 好 那大陸孵化器 現在的整個發展 基本上其實 好 從他們的資料裡面顯示 1987年很早很早 大陸就有孵化器了 可是呢 真正的 就是所謂的比較民間 而且是就是有所謂民間的投資 而且做所謂比較大的資源整合轉換 是在11年北京中關村就開始了 那北京中關村開始之後呢 那15年就是有所謂的雙創 雙創的一個宣言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這時間 其實是非常的迅捷 從北京中關村真正開始 就是有所謂比較吸引人的孵化器的運營開始 到15年的雙創 那甚至15年之後 就是全中國到處各省 各省市各大城市 其實都有孵化器 那目前就我那時候找到的最新的資料 就是在16年的時候 他們有所謂的科技部 那那時候就已經統計出 就是全中國大陸 目前有的孵化器達3000多家 那必須說這些孵化器的一個發展 就是都跟政策跟投資背景都有相關聯 那也必須注意到一個不能不注意的事實 也有孵化器開始到 也就是說當他開始去做所謂 即便政策上的支持 或者是民間資源的投資運營 那還是會有孵化器 因為他必須要生存 他不可能就是一個空間 然後不斷地辦課程 不斷地提供辦公室 因為辦公室他雖然還是會收租金 可是那不見得是他全部運營的所有的來源 他必須要透過一個綜合的服務的內容 然後去吸引創業者到他們的孵化器 同時他自己本身也要生存 所以就開始有非常多的孵化器 也陸續在倒閉中 就是2016年開始 中國有一些地方的孵化器也在倒閉中 所以中國科技部 其實他們目前就是 也有在關注這個部分的問題 其中包括就是 就是他會每半年很嚴格的針對這些孵化器 做一些所謂的篩選評分 然後隨時的再做公佈 那網路上呢 其實是如果看中國的網站百度 是找得到這些資料 這就是北京中關村大街的一個起頭 好 那這是前兩天我上週還在北京 那這一家咖啡店就是很有名的3W咖啡 在中國中關村裡面 這家咖啡店為什麼這麼有名呢 因為聽說就是1314年 幾乎咖啡店每天坐滿了人 好 那大家為什麼要坐在那裡 就是求得某某天使投資人 或者是某某基金的大佬 偶爾就是坐在那邊遇到了他 就可以拿著自己的BP跟他開始談 我要做什麼 我想做什麼 然後你可不可以投資我 那那時候我朋友 就是北京的朋友也跟我提到 像3W咖啡那一段時間 幾乎也是每個下午 他們有所謂的大陸稱為路也 路也 道路的路 演出的也 其實就是所謂的創業簡報會 但我們台灣不用這個詞 大陸他們就講路也 那路也往往是一個創業者 他要爭取投資人手上的資源 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管道 那在3W咖啡的那段時間 聽說就是1314年15年 那段時間幾乎天天 包括那時候我們最知道的李開富 很有名的李開富 他都曾經在這咖啡店出現過 然後甚至就是 偶爾他就坐進去喝杯咖啡 上面就有人在路也 就是介紹他自己的創業簡報 然後那我聽了覺得嗯不錯 然後就決定好你要投資 就是就會開始跟他談 所以那一段時間在中國的這個創業大潮 就是這樣子的從北京開始延燒到 全大陸 那這一杯咖啡很特別 為什麼特別放出來 因為呢 到那邊這一杯咖啡叫做總理咖啡 聽說李克強也在3W做過 然後這一杯就是他當初喝的咖啡 那我們現在來講就是說 究竟誰在做這些孵化器 究竟是誰在做這些孵化器 其實目前就是 在整個中國大陸的孵化器 有幾種背後有幾個投資者 當然政府政策的支持 一定有政府的資金 學校像比如說在北京一定是清華 北大這些學校 然後上海交大 他們自己學校裡面 其實也有所謂的孵化的單位 那像北京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孵化器 叫啟迪 那那個啟迪的孵化器 其實就是北京 我們可以說北京清華幫 這個幫 這個資源所做的一個孵化 以他們這個學校為背景 所做的孵化器 那另外當然也有所謂 地產開發公司 或者是VC 就是天使投資人基金 那我所謂VC或天使投資人 其實講的都不是特別精準 因為中國在所謂 創業資金投資的運用上 已經超乎我們這邊所能理解的方式 他們有各種各式的管道 那後面我可能可以再多做一些分享 那這邊剛好有一個比例 就是16年他們有去統計 孵化器運營的一些資金來源 普遍有哪些 就是會有28%就是來自於政府 然後有學校17% 那像地產開發公司或VC資金 我們就是都歸類為企業私人組 那這也是22.8% 所以這你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邊最旁邊這個 因為我這是網路的圖 它的像素比較低 所以會比較看不清楚 那最後一種就是混合型 所謂的混合型就是 它會把這上面這些所有資金 它可能是有政府的 有地產開發公司的 有學校的就混在一起了 然後所以基本上孵化器背後資源的來源 其實是很多元的 在大陸 在大陸他們的孵化器 是這樣在運營的 那跟台灣的育成中心 我覺得有一些些不能怎麼說 就是台灣的育成中心蠻多 其實大概就是政府學校 那企業的部分的資源 其實是真的相對的少得很多 好 那在大陸的孵化器 你可以看這還是那個概念跟邏輯 就是它一定會有創投的 政府的中小企業的學校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 在整合他們的資源 好 那對於既然是孵化器 每個人他投了錢 他一定要得到他的KPI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思考方式 對於政府他為什麼要大力的 去運作這樣的事情 其實第一個就是會 當然就是一個國家政策 然後呢 其實大陸 我後面也會分享 大陸其實他們一直在做產業轉型 那這個產業轉型 其實就很希望是鼓勵年輕人 去做一些新創 新創或者是一些有開發性的事情 然後能夠帶動一些傳統產業 在做轉型跟發展 所以在政府的資源上 是這樣的一個目標在帶動 那另外當然 中國現在每一年的大學生 其實是人數非常的多 那這些大學生他有找工作的需求 可是現在就業的市場 普遍來說是稍微是比較吃緊 就是說他不會一畢業就很容易的出來 立刻找到工作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點上 必須要讓這些年輕人有一些出口 所以新創的孵化器 也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產生 那同時就是透過政府 如果這個孵化器有政府的資金 其實可以理解就是資源來源資金來源 是相對比較雄厚 比較穩定 然後它的發展裡面呢 也會比較 就是這個孵化器 就比較不是我剛才說 很容易倒的那一種 懂嗎 就是如果它都是民間的孵化器 它可能有一點點緊張 就是它如果哪邊運營不善 投資人不想投資了 那它可能就要關門 那可是如果是有政府的資金是稍微會好一些 那另外就是學校本身當然也是 就是學校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比如說清華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那那個上海交大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它自然是希望說增加自己學校品牌的知名度 那對於地產開發公司則是另外一種思考 因為它本來就有很多的辦公樓空著 就比如說它可能本來就有投資了一些地產 那那些樓空著 那如果今天可以用一個 比如說它去轉換它的一個運營的規模 或者運營的方式 然後把它做成所謂的聯合辦公寫字樓 這樣的一個形態 其實它就可以某種程度去掛孵化器 這樣的招牌 那所以後來大陸就對於孵化器 就是國家科技部 後來為了這樣的一個情況 也對這樣的一個孵化器 做了一些嚴格的標準篩選 就是說你其實裡面不可以只是一個辦公空間 就掛牌說你是孵化器 因為那段時間確實很多的孵化器不斷的開 那所以他們就後續有一些嚴格的標準 但先前確實有一些地產開發公司 它會去用一個這樣的方式 去聯合辦公的方式 然後就掛起它是孵化器的資源 然後甚至它可以透過跟政府交流拿定 去拿到一些資源 那當然就是最好的 其實比較好的 對於一個新創的創業者 他如果要去選孵化器 其實他最好也能夠去確認 這個孵化器背後 有沒有一些天使投資的基金 那因為有天使投資的基金 它會有相對幾個好處 就是第一個在你創業進入 你是一個新創者 然後你進入了這個孵化器的時候 因為有一些基金投資 他們會關注你正在手上做的項目 那有時候在你創業過程當中 你會中間可能會開始發展的時候 欠缺資源資金 那這些孵化器 它可以透過它手上現有的一些管道 來幫助你走過這一段 或者是甚至就是投資你了 那所以基本上好的 包括大陸現在你可以看得到的 還能出那種就是所謂的前一百大 一百大孵化器 你可能去查它的背景 它後面都會告訴你說 我們有誰誰誰誰誰誰 拿幾個投資基金 比如說像像這邊 這個是天津 我去天津他們有一個雙創服務的單位 那它旁邊就有非常多的投資的金融 比如說百度的 列聘的之類的 這樣的一個 就是每一家孵化器它都會盡可能的列出來說 我是呢 我後面有誰誰誰誰資金的支持 那這樣的孵化器其實會相對 然後但是我只很簡單迅速的說 因為基本上每一個星型的孵化器 它都有不同的 每個地方就是不同的時期 包括中國科技部 也對於星型孵化器 它有一些所謂主觀上的 不是主觀上就是它的項目上的認定 但是這些都是讓我們去理解說 其實它們的孵化器的種類是非常的多元 那能夠提供的服務也非常的多 那其中像比如說這邊 就所謂以企業為主導的孵化器 那我剛才有提到 比如說像百度它自己 它會有 公司裡面會有一個所謂的新創資源的單位 那它就希望它自己的員工 能夠做新創的新創的開發 然後公司可以去投資它 做技術上的整合 那另外就是天使加孵化 就我剛才說的 有所謂的天使投資人的資金 然後跟孵化器的空間的運營 那開放空間就很多了 像我剛才說3W咖啡 它從頭到尾它就是一家咖啡店 像這邊3W咖啡 它就是一家咖啡店 可是它其實又可以列為孵化器的一種 因為我有跟你們說 就是它在它光景最好的時候 14年15年的時候 就有非常多的路演 就會一直在它那邊產生 然後所以就會有創業者在那邊也拿到資源 所以他們很多人說 這也是所謂的草根性的創業 草根性創業是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 我資源都沒有 我可能就是寫完了BP 那我就是想辦法要讓投資者看到我 所以我就是去咖啡店 3W咖啡這種地方 爭取路演的機會 那有沒有人拿到資源 有 在那個時間有 但是對不起在現在很難了 好 現在是很難了 但是在那個時間 113 14年的時候 真的我朋友他們就說 那時候你到那個中關村大街 你會發現說 哇 瘋了 就是幾道就是像西門町夜市那樣 好 那現在也有一個 一種類型的孵化器 叫媒體平台型 基本上大家一定就是 有關注到大陸創業的資源 就會知道有一個36克的媒體 那他們其實就是會去做所謂的 媒體平台型的創業 他目的是什麼 他會不斷的有媒體記者在線上 提供一些所謂產業的最新訊息或發展 同時像創業幫我也常關注 就是他基本上會不斷的做所謂的 一季或一年的一些大師講座或課程 那那些東西他是收費的 那還有就是說他會提 像創業幫他很特別 他會一直做一些報告 特別的報告書 比如說他會告訴你說 在這個季度 目前大陸投資人最關心 最願意拿錢投資的產業是哪些 那他會一直去由媒體 就是養媒體記者去寫這些所謂 有內容的報告書 那這些報告書他會透過他的一個 就是會員來做所謂的收費 那當他有這些資源之後 他就會又把他目前會 因為會有很多的會員會關注他 那關注他的同時 他就會幫他再去做轉換投資 所以他們也沒有 他們沒有任何的物理空間 沒有辦公空間 可是他也算孵化器的一種 那我剛才就是說 也有所謂地產型的孵化器 那產業平台的孵化器也是比較特別 就是他一般是由協會為主導 比如說像什麼家具產業 那他可能就有一個什麼家具協會 裡面協會當中也會有孵化器 那只不過是你進去這樣的孵化器 他就是屬於那個產業的運營 所以基本上總和剛才說的內容 就是整個孵化器 他其實大概會提供一定的 就是物理的空間 物理空間包括他也沒有辦公室 有露眼廳 有咖啡廳 有的甚至還有創業公寓 提供創業公寓有公寓給你住 然後服務的項目一定就是會盡量的幫你做 所謂的資金的爭取 但是也要看那個孵化器本身的本質 然後或者是導師的對接 就我剛才有提到 就是你創業的時候會遇到問題遇到困難 那他們會有一些專業的人來協助你 甚至你在開發你產品或你在創業過程當中 你很希望上下游的一些業務能夠跟你對接 那大陸的孵化器 有部分的孵化器是可以幫你協助這一塊 那這個是所謂的物理空間 就是我去過好幾個孵化器 他們基本上上班的工作的環境 都是類似就是可能就是一個桌子 然後很多的人在裡面 然後每一個費用他們算的時候 他會給你比較便宜的租金 就是他對新創者他提供比較便宜的租金 但是就是一種公開開放式的辦公空間 那他算的時候他們是講單位 單位就是指一個位置 就是有電腦 有WiFi 然後有桌子椅子 那你可以過去之後 當然你也可以固定 那固定之後那個單位就是你的 然後你就是一樣像 就是要付房東錢一樣 就是你要付房東每個月多少錢 那這是基本的物理空間他們會提供 這就是我說的露眼 這個露眼是天津騰訊的露眼大廳 我那時候去我嚇到 哇 好像明星的那個舞台 那為什麼他們的露眼廳做的那麼大 那麼正式呢 因為其實越大的企業或越大的孵化器呢 他們其實會很希望透過露眼去找到好的投資標的 或者是好的創業者 所以對他們來講露眼是創業的過程當中 或者是孵化器的運營裡面 還蠻重要的一個核心內容 這就是我說的創業公寓 這個是在杭州 杭州有一個U家 但是其實U家是什麼 U家是全中國其實很多都市有 像福州也有 那它背景是小米手機 好 那小米手機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當然基本上U家公寓創業公寓我也講一下 它也很好玩 它也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孵化器 怎麼說呢 他們現在基本上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公寓的租用 它是一間一間的套房 創業者要住進這公寓呢 其實要經過一個審核 它必須確認你的創業內容 以及你正在創業的產業 那它目的其實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機制 希望你住進來的人 都是正在做創業的事情 同時它會幫助你 就是說倘若你今天是做某一個 比如說你都是做 我隨便說都是做體育好了 那它裡面可能就會有成員也是做體育 那它就會想辦法讓你們認識 然後甚至讓你們可以一起 再做一些整合資源的合作 那小米他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公寓 其實也在爭取有這樣的一個空間 然後他們自己去發展 他們的一些智能硬件的項目 那目前整個U家 它在全大陸非常多 有它稱呼都會有點不太一樣 有的叫什麼重創青年公寓 那也有叫青年創業公寓 這個是在北京 北京創業公社 他們也提供就是公寓 那北京創業公社我可能也分享一下 它對台灣朋友可能 它是有掛海峽兩岸青創基地的牌 也就是說台灣的創業者 如果在這家孵化器 這個孵化器登記公司 那想要到北京 他們是可以提供公寓住宿給你 當然都還是要收費 只不過這些費用會相對比較低 因為它的位置不是北京的市中心 許多的孵化器或者是這種創業公寓 其實它是在這個都市稍微邊垂的地方 那所以它可以提供較為便宜的一個資源租金給大家 那這是我到創業公社裡面的情景 你看喔 公寓 公寓裡面呢 那這樣是他們的所謂的一個房間 單身公寓 那其實裡面會給你所謂的洗衣機啊 就是套房式的 然後呢 也會甚至有個小餐廳 像U家也有 我都去過 然後他們甚至自己種菜 在北京就是他們覺得要吃蔬菜 可能可以自己種 所以他們就會用這個方式啊 活動去培養大家的感情 就希望住在這一棟樓裡面的年輕人 因為他都在創業 所以他基本上是可以互相理解溝通 大家可以互相討論 然後去創造一個氛圍 所以公寓本身 自己就可以成為一個孵化器的概念 那你可以看這個是 就是我從百度上找 就是全中國到處都有各式各樣的創業公寓 包括什麼杭州 晉寧 重慶 一堆這樣子 好 那這是我剛才說的創業咖啡 也是一種空間 好 基本上所有的大陸孵化器 它會提供幾個基礎的服務 像比如說你要入住的時候 就你要去孵化器登記公司的時候 並不是說你拿著錢他就要選你進來 你還是要去 當然要自己先去看場地 那你要提出一個審核 然後他再確定要不要讓你入住 然後辦理手續 那這個孵化器是在廈門 我10月的時候去廈門的愛特空間 他們的這個孵化器比較大 在廈門有愛特一區二區三區 那上個月 他們已經申請到了 也可以掛海峽兩岸清創基地的牌 那他們的空間你看 就會提供所謂的辦公空間 咖啡 公寓 基金 加速器 什麼都有 就是它基本上是一個中和型的 廈門的一個孵化器 那這個是北京創業公社 創業公社其實現在在廈門也開設 就是越大或越有組織的規模的孵化器 其實它會不是只限於一個都市的發展 它可以在北京 在廈門 在天津 他們都有自己的孵化器 而且就是都是創業公社 那這一張很模糊 但是我必須跟你們說 這是我小小的偷拍 我為什麼偷拍這張照片 這是我去廈門的一個孵化器 那他們的工作人員 就是在黑板上寫了一下 他們孵化器正在努力的工作項目 那你可以看一個孵化器 老闆會指示他們 70%其實要去做招商 做服務 然後25%要去做宣傳 然後15%才是做內部的行政 所以你就知道孵化器 它很多的資源能量 其實必須來自於外力 就是必須要爭取很多的人 進駐到它的孵化器 那是它很重要的收入來源 會幫助你的部分 包括他說你進駐之後 然後你的第三個月 你可能會有一些開始 你需要資金50萬 然後有一些想法 然後六個月會幫你走入電商的認證 讓你的東西開始 可能在電商做銷售 然後12個月一年之後 他會希望你開始銷售額 而不是低於500萬 500萬是人民幣 然後兩年後 甚至就可以讓你創業成功 這都是理想值 這是他們在創業的孵化器裡頭 他們曾經我看到牆壁上的一張圖 然後這是他們對於所有創業者的 一個理想的人生 或者是創業的路途的規劃 目前到目前16年底 中國孵化器你可以看 它最多的地方 紅色的地方是 就是它的數量最多的地方 是在哪些呢 北上廣 北京 上海 廣東 這樣 三大都市 然後浙江這邊區域 黃色的也很多 可是那個核色的是哪裏 核色的地方 核色啊 這塊 這塊我有點幹嘛 哦哦哦 湖北傘溪 哦哦哦 湖北傘溪 哦 好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可以理解 為什麼北上廣是孵化器的重心 因為大部分所有大陸的資源 好像講有一個部分剛才沒提到 就是中國有很多的投資基金 其實70%集中在北京 真的是這樣 因為為什麼當年創業 中關村創業搭建就這麼燒起來了 是因為非常多的投資人手頭上有油資 然後這些游離的資金 他不知道要放去哪裡 然後如果買房子又不是他的項目 喜歡的興趣 那他也不想玩股票 那他們就會去找什麼 找新創的產業 那我在北京遇到非常多的各式各樣的天使投資人 他們永遠都在找標的 標的其實對他來說就是產品 就是他的貨物好了 他的貨物他在找好貨物 好品項 這樣 所以其實北上廣是中國目前孵化器 數量上最多的地方 那這邊就是有幾個排名 就是包括所謂的孵化器的排名 這網路上其實也找得到 好 那對台灣來說 剛才講的其實是整個大陸的情況 那對台灣來說 跟我們有關係的清創基地是什麼 其實是海峽兩岸清創基地 它跟剛才我講的孵化器是相同的 但是又有一些些不同 那為什麼呢 我後面來解釋 第一個海峽兩岸清創基地 基本上是15年6月開始 台辦開始 國台辦開始 就是先後的在全中國 剛才我講的這個沿海都市 北京 上海 廣州 福建 開始做所謂的 所謂的海峽兩岸清創基地的牌 那這個牌其實它主要放置的一個地方 90%是會 應該說我這樣說比例不太準確 總之就是它這些牌 一開始它會選定幾個標的 那標的其中包括就是 辦得比較好的孵化器 就它沒有篩選過 覺得這個孵化器的運營不錯 很OK 那它就會把這個牌掛在那上面 那掛在這上面 後續就會衍生出很多的相關的項目 包括說這是6月8號 15年6月8號在深圳先掛牌 到目前大家老實說 弄不清楚有幾個 但是我知道超過45個 好 那我要講就是 海峽兩岸清創基地 我剛才有說 前面的孵化器 它其實是一個發展比較健全的一個規模 但是海峽兩岸清創基地裡面有一些 老實說它不必然是孵化器 中間還包括說 企業台商協會跟服務中心這樣的概念 那他們沒有孵化器的本質下 可是它掛了海峽兩岸清創基地的牌 那身為台灣的朋友 如果要去大陸創業 就某種程度你必須去理解 這些如果是企業協會掛的牌 它你去那邊進駐 能不能幫助你創業落地 可能就會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因為他們其實並沒有一些孵化器的資源 也就是我們很多朋友去到大陸 好 就有一些朋友 我相信你們有去過大陸 有些人甚至會抱怨回來說 我去看那個孵化器啊 然後就是一個辦公空間 其他什麼都沒有 那叫我去那邊登記公司幹嘛 對 確實有這樣的單位存在 但是呢 這時候就是看你自己要去 就是我們其實要做功課 就是我們其實要做功課 那我會希望 我是會希望今天在座各位 如果你們今天要去大陸 海峽兩岸青創基地 爭取所謂的落地的創業資源 又或者是你要爭取到那邊 真的開始創業 那麼我希望你們盡量的是 旺有孵化器資質背景的這樣的單位去找 好 這樣有聽懂嗎 那像溫州本身我去溫州的時候 他們的孵化器其實不是一個特定的單位 它其實是一個服務中心 那服務中心它有掛海峽兩岸青創基地 然後基本上它有很多的資源 這是它上面列舉的內容 但是我必須 待會後續我會再說 那這些海峽兩岸青創基地呢 它都掛了牌 其實掛了牌的同時 就是它手上握有所謂台辦 給他們的所謂複入創業的 就是對於台灣 因為現在你們有大陸的朋友 但是我要解釋就是這個部分是對台灣 那有一些孵化器它掛這個牌的時候 其實對於台灣的朋友 現在就是有所謂的一些優惠 創業優惠的政策 那這些政策呢 好 也會衍生出幾個問題來 第一個 這些政策對於清創者 落地大陸創業是有一些幫助 但是這些幫助呢 不能說是一個 應該這樣講 就是最早的創業的優惠政策呢 其實第一個是就是在廈門 就是這個辦法一開始的時候 是先以廈門的清創基地 掛了海峽兩岸清創基地 然後在廈門做了四餘域 那四餘域的時候 那時候剛出台 就是剛出來的政策裡面呢 其實有很多的項目是不那麼精準 比如說那時候它所謂的清創者 第一個身分的條件 它就會希望說是25到30 哇 那台灣的創業者就完了 就很多人25到30其實不知道在幹嘛 所以你要他去那邊落地創業就不可能 然後不可能 所以後來這個政策就又在改 他們就又在修正 修正到可能就是35 40 然後最後就說台灣是可以容許到45 所以後續他的那個申請的措施要求的條件 就做了修正 那陸續修正的內容就不斷地做更新 那中間就包括我們要做這一項 好 這樣子 大陸大陸非常的大 當北京這邊確定有所謂的 國台辦這邊有確定對台灣的 所謂的優惠政策的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幾個關鍵要去思考 第一個 到了那個地方 比如說我現在要到廈門 我到廈門 然後我想落地廈門 我想去爭取這個優惠的資源 我必須要做幾個事情 第一個 我一定要去知道 那個地方的 其實要從下面開始 就是那個地方的區台辦 為什麼呢 比如說以廈門來講 廈門有私民區 有什麼閩行區 對 湖裡 湖裡 那每一個區 很有趣的 每一個區的政策 就是中央下來的政策是那個範本 但是到每個區 他因為他自己地方 剛才稅上資源的不同 所以他給你的優惠的比例 費用 項目 其實會調整 會調整 所以你看在廈門 廈門本身 私民狐狸好 那他的優惠的條件的內容就不同 你如果很嚴格的去比較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其實是不一樣 那這只是廈門 那廈門 福州 上海 北京 當這個距離拉更大的時候 那個優惠政策的內容 其實落差會更大 這樣有聽懂嗎 所以在這個情況點上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去落地大陸 想要爭取優惠政策的時候 你其實必須真的要做功課 就是你必須到那個地方 然後第一個就是找所謂 去台辦不行就往上限台辦 然後限台辦不行就是試台辦 那去台辦他們那邊 都會有一個窗口 針對這個區 他可以給予你的優惠的政策 最新的資訊都會在他手上 所以你們就變成你要明白這個 就或你要搞懂這個優惠的內容的時候 你一定無論如何要去拜訪台辦 然後讓台辦給你目前最新的內容 那再來就是 這都是他們掛牌 就是他有掛什麼 就是你去一些孵化器 他就是門口就會告訴你 他宣告他自己 不能說宣告 就是他被審核過 他是什麼國家級的科技孵化器 然後他是新型的孵化器 好這是杭州的 這就是我一路去很多地方 這是我去義烏 義烏 然後廈門 廈門台新創客家 好 那我剛才有講 就是當你啊 去到廈門 只是廈門 按財稅的比例來講 因為海艙最有錢 所以海艙的支持力度 就有可能比 失明狐狸 有一些項目就多那麼一些些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在你非常斤斤計較資源的情況下 你可能就要去往這邊思考 越大的都市或越大的區 它能給你的資源 其實是會比較多的 所以你到那個區去爭取所謂的 創業優惠的政策資源的時候 你必須開始去考慮這件事情 第二個 那這個就是廈門 我那時候去到台辦拿到的資料 尤其是 這個是我特別去到他們 台辦裡面拿出來的文件 好那廈門 像廈門來講 這是廈門的 對好 廈門的資料 好那先看第一項 因為我為什麼拿廈門當舉例 因為目前整個台 全大陸的孵化器 許多的項目雖然不同 比如說我剛才說 北京上海 廈門雖然不同 但某種程度 一些大的項目是會類似的 比如說它一定會有優惠的部分 像這邊它會有所謂的人數上的設定 然後它會給你的 這個是有關於人員的部分 然後這是有關於你登記之後 然後包括你公司幾年 好這些都是太細索 我現在直接把最後的一個重點給你們看 第一個就是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項目 叫做高層次人才計畫 那這是台灣朋友有時候也會弄不明白的 就是說基本上孵化期它有一個母法 那個母法是針對所有中小企業青創產業去那邊登記之後 那它會給你的一些優惠內容 但是有一些更優惠的或者是它加分的淡書 就是如果你是屬於高層次人才 比如說你有你手上有專利 對你有特殊的專利 又或者是說你可能是海歸 就是你可能在所謂海歸 就是你可能在外國有念什麼博士碩士這類 那它你可以把這些資料都送去台辦 它會幫你做所謂的確認審核 然後那些東西是你的加分項 所謂加分項就是說 當你有這樣的一個背景項目的時候 你送進去它可以幫你某種程度提升到 所謂高層次人才 那它會給你的優惠的內容 會有額外的資源給你這樣子 很多地方還有一些所謂的高新科技園區 它也有這樣的特殊項目 那這時候就要看你自己所做的產業 比如說像生技產業 可能就特別可以適合去往這裡發展 又或者是做互聯網智能硬件的開發 那有一些特殊的園區 是屬於這一類目 那你剛好手上有這樣的專利 或者你正在創業的時候 你有拿到一些特殊的技術 那時候你都可以用這樣的概念去申請補助 這個對大陸同學是相 大陸的青創者是相同的 就是如果你手上 你自己有一些特殊的項目 然後你有特殊的一些 就是像我說海歸或者是特殊的專利 那你去這邊孵化器創業的時候 你都可以跟他們提出說你想要這樣子更大的一個支持 那他們會有一些相關的法可以幫助你 好 那我為什麼要把三年 本辦法制發行起三年 所以台灣的朋友很想爭取大陸的青創資源 我一直都在提醒他們就是說 其實要注意說這個部分 其實它並不是一個長期的 2015年6月頒布之後 其實有效期是三年 那我有問過他們台辦的工作人員 他們有說就是如果他們這三年試辦之後 覺得可以 他就會再延續 但是並不代表這是一個固定的項目 這樣懂嗎 好 我剛剛有講到高新科技的技術員 那我自己看了許多的青創基地 我比較希望台灣的創業者 就是如果你們想要去大陸孵化器 或者是這種海峽兩岸青創基地登記公司 我認為有幾個項目 大家必須要無論如何先考慮 優惠其實會變 關鍵是你在做什麼產業 比如說 比如說 如果你今天是做所謂的互聯網 或者是智能硬件 我就會很希望鼓勵你們 其實是想辦法去北京 因為北京那邊的資源特別多 然後它可能就有很多的所謂的 包括中關村那邊的一些投資人 那它對你的幫助其實是更大的 又或者是說他們那邊 因為這樣的產業的能量特別強 所以當你在做這樣項目創業的時候 你其實要去思考到是說 這個地方創業我未來的買家 或我未來的業務 是不是可以在這邊很快的被開展起來 也就是說選擇一個產業的區位 其實會更勝於你去思考 要優惠這件事情 懂嗎 其實我一直很想要跟很多朋友分享是說 確實台辦他們有一些優惠的措施 是對台灣是新創者或創業者 去那邊落地是友善的 但無論如何其實你要思考的是 你的客戶在哪裡 你的資源在哪裡 你的未來發展的空間 甚至是未來性在哪裡 所以那時候其實選擇區位 選擇產業區位 會更勝於你要不要去找一個優惠 是來得重要的多 因為優惠畢竟就是兩年三年的事情 每比後續他會再衍生 但是他不見得會一直的下去 那如果你是一個公司 你的發展全要靠所謂優惠政策 你才能夠活下去 那這時候你真的要思考 你的創業是必要的嗎 那很多的時候還有優惠政策 其實他是一個我這邊有特別寫 他是擠上天花 如果你仔細去把那些辦法拿出來看 他都會要求到第一就是 你真的落地登記公司了 你已經落地登記公司 然後你運營一年之後 你才可以提出你的登記的相關的資料 去申請優惠的補助 而不是說你落地了錢就來了 沒有這樣的事情 就是所有的目前對台的創業優惠政策 都是就是你必須實際落地運營了 在那個孵化期落地運營 在那個區落地運營了 那運營一年半年 他才會開始陸續給你所謂的補貼 那這些補貼其實只是幫助你 減輕你的負擔 比如說他裡面的補貼包括說 租金的補貼或者是人力 你用新人新資的補貼 但都不是說百分之百 他就是補貼 所以必須一定要理解說 優惠政策永遠不是一個長期經營企業所需要的資源 他會幫助你但他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你要不要在大陸活下去 你要用什麼東西活下去 你要用什麼項目活下去 你的客人就是你未來的業務在哪裡 你的產業發展在哪裡 應該要去不斷地去思考這件事情 那接觸兩岸的青創基地的時候 我想大家可能也要有幾個準備 這是比較主觀的 就像對大陸的同學來台灣 我會讓他們認識谷歌 認識LINE 認識FB 如果各位你們想要知道大陸的青創的資源 孵化器的資源 對不起 真的就不要使用谷歌 好嗎 請使用百度 百度搜尋到會跟你谷歌搜尋到 真的不一樣不同 然後再來就是你一定要上微信 你一定要使用微信 因為所有的最新的資料 全部是在微信上看得到 你不會在LINE 不會在FB 沒有人在台灣 沒有人在分享這些內容 你一定得要LINE WeChat 就是你一定要去習慣使用這些東西 不然你就不要去大陸了 你懂嗎 知道我在說的話 就是你沒有使用這樣的資源習慣的時候 你所得到的都是二手三手的消息 那個都會是讓你措施機會 或者是誤判情勢的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另外就是說 大家一定要找到正確的窗口 比如說像我說的 有一些特別的台辦的窗口 區台辦 縣台辦 市台辦 無論如何都要去了解那邊台辦的窗口 是誰 地方主管機關是誰 然後再來我就一直在跟大家強調就是 你在去拜訪這些地方的時候 一定要了解那個地方區位的產業的特性是什麼 是不是跟你想要發展創業的項目 是有利於你創業項目的運營 那是不是那個是一個好地方 是個風水寶地好了 那另外就是你要如果要找這些朋友的話 當然是可以找台商會 就是每個地方也都有台商會的朋友 千千萬萬千千萬萬 拜託有一件事情就是 在這些事情發生的當頭 也確實有很多的所謂代辦中心 或者是所謂的broker 我會建議大家不要去接觸他們 因為他們可能會讓你覺得很容易的 迅速的解決問題 但不見得是一個最好的途徑 因為他們往往會在裡面去轉換他們自己的資源 可是那樣的資源 對你是不是最大的幫助我不知道 但是我會認為說做所有的事情要回到源頭 那個源頭就是你既然到那邊 我們是台灣朋友要去大陸創業 第一個源頭就是台辦 那你們就先跟台辦確認最正確的第一手的資訊 然後當然就是你們有台灣的親友在大陸的話 那當然是可以跟他們再做一些比較密切的交流 但千萬不要有人有說去找代辦中心 因為那都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那另外就是你去找那個清創基地 就是你可能已經開始注意到說你真的很想 比如說你真的很想在廈門落地 或你很想在福州落地 好那第一個事情就是我剛才說了 孵化器有那麼多種 那就福州好了 福州裡面可能就也好有七八個十來個孵化器 那你要落地你第一個 你無論如何請你自己進去看 進去了解 然後進去確認 就像我說有一些孵化器它背後的資源 就有那麼大的落差 有一些資源是你沒有進去理解 然後你就聽某某朋友說你就過去落地了 這些行為都是有偏差的 就是你必須去考慮到甚至你未來的交通 你要落地的時候你的生活 你有沒有什麼 我剛才說有的有公寓有的沒有 那沒有公寓你要怎麼辦 就是這些東西都要去考慮 好那大家很關心也會說 我在大陸真的要創業我要怎麼籌措資金 大陸的創業他們基本上整個創業的市場 已經是一個非常成熟運營的一個運作 包括所謂的資金的操作 那其中我們台灣在做創業很少會去聽到 所謂的種子輪天使輪 然後是到後面的融資 那我們其實在我的這個講座裡面 曾經就請過北京的一位女孩子 那她就很會寫BP 她也很會做資金籌措 那她甚至那時候有跟我講到 就是大陸的資金籌措可以從A輪 就是從種子輪天使輪 然後A輪做到甚至E輪ABCDE 就是每一環每一環到一個關口 然後需要資金就再轉換資金進來 再繼續運營可以做到E輪 你能想像那是怎樣的規模嗎 就是對我來說我不瞞各位 就是我其實一開始聽到我真的很驚訝 但是確實在大陸的整個企業的運營 他們其實在資金的運作上已經完整 尤其是在北京 在北京很容易聽到誰誰誰 然後手上案子的項目現在是在哪一個階段 哪一輪 哪一輪你可能就知道說 它已經規模擴充到什麼程度 那資金的籌措其實是在中國創業很重要的一個 必須要學的事情 包括我認識在北京創業 台灣在北京創業的年輕人 他們是做手遊公司 然後他最近公司三年做到倒了 可是他倒了 他有一個很關鍵的過程他學到 就是他知道怎麼去拿資金 他學會了籌措資金 那只是籌措資金的腳步 或者是他的彈性還不夠大 以至於他後來必須面臨倒閉 那也有另外一個環節就是 許多的項目創業的項目 他必須看這個時間的當口 是不是投資人喜歡的類目 那他的手遊剛好在這一年兩年 是開始衰退 先前他當創業的第一筆資金他有拿到 他有用他的BP拿到資金 但後續就沒拿到 沒拿到的原因就是 整個投資的市場氛圍 就對於手遊的項目 會開始不感興趣 所以他後續的資金就運籌得很辛苦 以至於公司就必須關閉 所以在大陸創業這一塊是 一個必須要學的學問 那大陸的同學 其實你們在 我在大陸看過非常多的書 都在教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有想要思考創業 我不妨建議你們就是開始去學 因為他真的是門學問 裡面有很多的東西要去理解 對從BP開始 從寫BP開始 究竟什麼樣的BP是天使投資人想看的BP 這件事情它是有方法的 在北京甚至有學校專門在做 教這件事情 我八月甚至會準備 跟北京的一個加速器的一個學校 我們已經談了初步的確認 就是我會帶台灣的 就是文創產業的朋友感興趣的話 那他們現在那邊跟我溝通就是說 他希望台灣的創業者就是先寫BP 那寫BP之後 北京那邊他們會看 他看的時候他就會告訴你說 你要怎麼改 你要怎麼調整 你要怎麼去修正 那甚至他們會透過三天的魔鬼訓練 就是把你的BP改成是天使投資人 或投資者想要看的一個說法 或者是方向甚至你的商業模型 怎麼幫你打磨到所謂的是 可以成熟運營的 那最後的一個階段 他就會希望你上台路演 你真的上台路演 然後一群人在下面炮轟你 可是炮轟你的目的是幫助你 把你的BP 把你的商業模型想得更具體 更完整更精確 然後你再真正的開始創業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而且必須要學習的過程 在大陸北京的 我遇到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都是身經百戰 就是他必須就是很會寫BP 很會錄演 然後那個是一連串的被挑戰 被打擊 然後最後重新的知道 原來你要聽的是這個 或當然不是說要作假 就是說你必須去理解 為什麼他們這樣思考 那他其實在思考這些項目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在引導你去精準的確認 你要做的創業項目 到底能不能活下去 懂嗎 所以在北京有很多這樣的一個創業學校 是在教這樣的課程 那目的也都在幫助創業者 能夠無論如何精準的確認 他的創業是不是符合現在市場的發展 是不是可以生存 那投資人當他願意投資你的時候 就是你你的創業的內容 是某種程度已經過了一些重要的關卡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很見大陸的同學 可以真的開始試著學這樣的功課 那另外當然就是現在也很多網路的眾籌 比如說京東或者是很多的天使的網路眾籌 那這個部分群幕平台大家也可以去網路上看 那第三個方式就是創業大賽參加比賽 但是比賽也都是有時候是感激 就是比如說去某一個程度爭取一個機會 但他也不見得是完全最好的方法 我認為其實最原始的一個方式就是 無論如何把你的創業的BP弄清楚想明白 然後你再開始去往下去操作 那這是目前整個大陸2016在今年年底的時候 他們有把一個相關目前大陸投資的一個現況 做了一個分析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A輪的投資 然後千萬級的投資 比例其實開始什麼 往下降 也就是說投資者現在在這個當口 2016、2017 他們其實是比較保守的 開始保守 那這邊 這邊也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14、15、16 他把三個時間 這些大的基金 這下面都是一些基金的單位 像什麼增格基金、經緯中國 這些都是一個大的同事 還有ID基資本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到了16年都是最低的 對就是這個圖其實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大家其實是開始相對保守 那最熱門的時代 真的你看就是14、15 聽說那時候就是隨便亂寫BP 也是有人可以中標這樣 曾經有過那樣的年代 好那現在的情形就是 他們投資的類目 很特別 很多都是富馬 然後可是這邊最多的是什麼 最左邊的 虛擬現實跟內容產業 這是現在這一段時間 16之後 開始大家會想要關注的項目 那虛擬現實是什麼 虛擬現實就是VR、AR 對 在大陸就是VR、AR是現在當口很重要的 投資人就是如果看到你有一些 AR、VR的新技術 他們會毫不考慮的跟你一直談一直談 確認你現在手上正在做的內容 然後某種程度就是 對這些項目特別感興趣 那後面的所謂的電子商務啊 生活消費啊都慢慢的在消退 那16年你看互聯網、IT、生物科技、金融 那互聯網、IT的部分啊 中間有一個項目是智能家電、智能硬件 這是我去年年底的時候 他們都還告訴我說這是一個項目 一個被關注的項目 但對不起我上個月 就上個禮拜去了 開始已經有跟我說 這好像也開始沒有那麼多人想要投資了 就是市場其實變得很快 就是所謂智能硬件的投資 其實現在那邊也開始緊縮 因為中間當然有一個歷程 包括很多的智能硬件的創業開發者 他們可能做出了樣品 可是並沒有辦法真的具體市場化 以至於那些投資人 他的投資就是付諸流水 所以他們對於這些項目的投資 就開始趨於保守 那你看這邊最多的基金 錢都在哪裡 北京 看到了嗎 就是這不是我亂說 這是統計數字上看得出來 即使是現在一樣 最多的錢就是在北京 沒有話說 然後後面才是上海、浙江、深圳 所以當你要創業 你就知道你要往哪裡去 再來就是眾籌我剛才講就是有這些 但是這個都很出錢 因為大陸同學一定知道還有更多 那這個東西都可以再去了解 那創業大賽很多 中國其實現在到處都有創業大賽 那我有一個部分可以稍微特別分享 因為我去過雲七 雲七在杭州 我為什麼特別會介紹雲七 因為雲七它是鴻海跟阿里雲的整合資源 他們做了一個陶富城珍這樣的一個創業平台 好 那因為你可以想像 既然是鴻海和阿里雲的整合 所以陶富城珍的這個平台 它的資源最多的匯整是在於智能硬件上 就是他們特別希望找智能硬件的投資項目 那他們也是我少數目前聽到 每一週或每兩週 他會在雲七的陶富城珍這個平台 真正的舉辦陸演 而且他們的陸演會完整到一個資源的整合 就是每一次的陸演 底下一定會有所謂的 紅海的技術人員 阿里雲 淘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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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要投資的項目只有一個就是智能硬件 那所以全中國目前所有做智能硬件的人 幾乎都知道這個平台 而且會把案子投遞過去 因為他們的資源整合非常的完整 那而且目前就是他們甚至可以做到是說 當他確定要投資你這個智能硬件後 他可以保證你後續在那個他們的渠道 就是比如說阿里巴巴或淘寶賣 他不會讓比如像那時候福州有一個人發明了智能筆 他那支筆很好玩就是他讓小孩子學寫字的時候呢 他會感觸到小孩子比如說寫字姿勢不正確 筆會發出聲音提醒 然後或者是寫字超過45分鐘 那那支筆也會說小朋友你要休息一下囉 諸如此類 那那支筆剛開始創業者他在做的時候呢 聽說是很重就是那支筆 因為他把所有的智能硬件就是電子路板放進去 所以那支筆那時候可能就是30多公克 小朋友其實是不適合拿那支筆 那那個創業者他找到了陶富成真這個平台 然後他去提案 那他提案的時候 因為他連那支筆的樣本都做出來 所以後續呢 當陶富成真他們確定要投資這個創業者的時候 他們就會幫他陸續整合幾件事 第一個他幫他的筆做優化 比如說他本來30多公克 那因為有鴻海的技術高階人才在裡面 所以會立刻幫他再做這個筆的改良 做到甚至就是20公克 所以小朋友可以拿著筆 那第二個這個創業者他要上市啊 他這個筆做完了他要上市要大量生產 那就是鴻海幫他大量生產 那阿里巴巴跟淘寶會讓他這支筆在他們的平台上賣 而且呢在這個平台上之後再也不會有第二支智能筆 那為什麼淘寶那個阿里巴巴他們要做這件事 因為他們希望真正的做到很多的東西 尤其是這種新創他可以不要再有山寨的產品出現 他要打破他之前山寨王國的臭名好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點上他們會在這個部分的資源啊 一整連串的幫你搭設起來 然後讓你的產品改良 讓你的資源到位 讓你後面的銷售渠道保障你的銷售渠道 所以雲七的淘寶成真這個平台 他現在後續除了杭州之外 也複製到了深圳 深圳現在也有一個淘寶成真 也就是他們那邊就是這個平台搭設起來之後 就會不斷的願意在 每一週或每兩週會舉辦一次錄演 那你可以想像那個數量 有多少的案子每一天都會投遞到他們的信箱 可是他們會篩選 然後每一週大概會有六到八組會進行錄演 而且他們錄演是非常專業 我曾經要求我想要去聽錄演 以媒體記者的身份參與 但我被拒絕 那你們知道為什麼被拒絕嗎 其實這是正確的 就是真正的國際投資 在做這些項目錄演的時候 它其實應該是封閉性的 因為我怎麼知道我做完的東西 所以Idea會被你就投出去了 所以在國際上真正的正式的嚴謹的錄演 是一個封閉的運作方式 那陶富神聖他們就是這樣運作 所以我才會說 創業大賽不見得是最好的方式 它雖然可以讓你爭取資源 但它也有可能讓你的Idea就被人家投去了 好 那所以我會認為說 如果今天有機會去到一些特地的 特別的地方 爭取到錄演的機會 你們可以真的就是望一些比較 有特殊項目的 比如說像陶富神聖 它的這個項目就是智能應鏡 那如果你有好的智能應鏡項目 你真的就可以思考 這是你一個投地案子的一個方向 最後時間不多 那我可能講幾個 對台灣朋友比較語重心長的話 就是確實現在全球的經濟都在放慢 包括大陸的市場也慢了 那就像我剛才說天使投資人所有的錢 現在也都越去保守 那最新的中國國家統計局才公布 就是他們今年的增長率 預計是6.7 應該說去年 2016 統計是6.7 那是1990年以來 增長最慢的那個年代 但是我要講就是有一些轉折 就是大陸對我來說 我經常看到有一些政策方向 是台灣在運作的時候不會去思考 那他們其實很早就意會到 就是他們不希望傳統製造污染的產業 一直在自己的國內去發展 就是在大陸發展 所以他們其實一直有策略性的 要做一些移轉 那其中像08年 廣東其實就有所謂的 藤龍幻鳥 竹巢引鳳 聽起來很文氣的名字 可是實際上 它就是有具體的在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藤龍幻鳥 那時候它其實就是要讓一些 傳統的工廠或產業 它希望你簽出 像廣東、深圳、東莞 那時候有非常多的台商 因為在早期他們進去的時候 就是衝著中國便宜的人力、資源 去開所謂的製造工廠 但當中國開始不願意再繼續成為 所謂世界最大的代工廠 它想要轉換轉移它的身份的時候 那時候原本台商進去的 一些所謂的優惠的資源 當年拿到 比如說它拿到優惠的資源 繼續開工廠 大量的用便宜的人力 去開發它自己的商業 但當藤龍幻鳥開始 它被迫遷出 所以那時候 在這兩三年 我相信你們在台灣的新聞媒體 都有看到所謂什麼 台商大逃亡 什麼台山遷出 什麼被迫遷出 東莞、深圳 但是我必須客觀的說 這種所謂被迫遷出 什麼大逃亡 我們要不要試著問說 當年他們進去的時候 他們是拿著最優惠的資源進去 可是對中國來想 它就是想要轉換移轉 這樣的一個事業的時候 它必須讓你簽出 那時候該思考的其實是台商 你為什麼沒有成長 你為什麼沒有跟進轉換 你為什麼還繼續做了十年的傳統代工 用便宜大量的人力發展你的產業 那當人力沒有了 你就沒辦法發展了嗎 你就活不下去了嗎 就是台灣台商第一代很多最近 就是所謂的什麼歸台潮 或者是什麼逃亡潮 就是新聞上 你會看到非常多這樣的論述 那但是後面的竹草引縫呢 其實對廣東這邊來講 他們其實後續就也把這些 所謂的遷出去的廠 把這些廠房做了重新的整理 重新的改善 那就像台灣的新廚科學園區 它去提升 提升到什麼 提升就是說它的工作產業的環境 就是生產的環境 都大量的重新做整合改善 所以後續台灣新的科技的產業 比如說資訊製造的 比較高端的資訊生產 還有生技公司 就陸續又回到廣東深圳進駐 那但是我們的新聞 卻只會看到一面道就是 台商大逃亡 台商移轉 我會認為說這樣的說法 真的不是那麼的特觀 因為他們在成長 那我們必須要用另外一個角度 去理解他們現在的發展 好 同樣的 我剛才說大陸緩慢成長 但也有逆增長 所謂逆增長的事情是什麼 是一個人在成長的事情 不是 這個是 這個是 2016年 天貓 雙十一 他們 達到有史以來 對 120.7億 人民幣 這是 這是 中國有史以來 雙十一 達到了一個巨額銷量 這個銷量 還比2015 增長了將近30% 那它意味著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中國的內需市場在擴大 就是很多全世界的經濟在減緩 大陸看起來經濟的GDP也在減緩 就是它的成長在減緩 但是它的內需市場其實是不斷的往上提升 消費者也在提升 在這個市場的數值上面就是不斷的在增長 也就是人民的消費的水平啊 是仍然非常的有活力的 好 其中另外一個數字 大家也要注意 像我剛才說 廣東它是不是不斷的騰龍幻鳥 讓一些傳統產業外移 那但是有另外一份數字也是現在最新的數字 中國的第三級產業服務業 所謂的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你們知道嗎 第一級其實是所謂的就是工廠製造 應該說第一級是什麼礦業 然後第二級是所謂的製造 第三級產業就是所謂的服務業 所有世界先進國家服務業的產值比例 都會是在那個國家的GDP較高的額度 比如說像英國它可以占到70%的GDP 都是服務業 那中國現在很特別 它的GDP裡面 服務業也開始 開始不斷的往上竄生 跟天貓剛才的那個數字是一樣的 所以我為什麼把這些數字點出來給你們注意 是讓你們理解其實整個中國的市場發展 其實是在轉換的 那當我們要去創業的時候 我們必須去理解這些環境面的東西 包括他們消費者在提升 包括他們的服務業的比例在提升 那當你去創業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先知道這些環境 你不能再做以前第一代第二代台商 就是只是想做一個便宜人力的進駐去開工廠 這樣的事情的情況其實不在了 就是因為對大陸來說它要升級 它要轉換 這是他們的所謂的逆增長 好 當所謂的消費者升級 吳小波是中國很有名的知識名人 他在2017年 就是2016年到2017年跨年演講 他講了一個詞叫工匠精神 那他其實在講什麼 他在講說大陸的現在很多的製造產業 必須要往上升級 因為他所製造的東西 必須要有品牌的概念 要有或者是做得更精緻的概念 所以大陸現在目前有很多的人 他們會去包括去德國 買一些傳統的工廠 希望由德國的技術 再提升他自己國內產業的運營 好 那所以在我們台灣 這就是來思考 天貓的銷售額不斷的往上傳生 那天貓還有一份數字我沒有寫在上面 你們知道天貓去年2016雙11 賣的最好的增長速度最快的產品是什麼 就是除了女生本來就是衣服啊包包這一類 本來就會消費 或男生本來就會買3C產品 就這些東西的增長依然持續 但是有一個爆紅或者說串身最快 是家居類 家居飾品類 那家居飾品就是什麼 就是它其實是想要讓自己生活更提升 所以像所謂的那種桌子椅子啊 這一類的產品就開始的不斷的 就是要有設計感的東西就會出現 那另一個部分的品項在去年的雙11 就是2016 11月11號的那個銷售額裡面 它成長的速度是往上竄升 它同時也意味著說 整個中國的消費市場其實在升級 大家的消費力在升級 那同時在那份報告裡面 它也顯示出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因為目前阿里巴巴他們 在做這些雙11節的時候 它的買賣啊 其實有很多的外國的產品 會透過這個雙11同時進來 所以它就是買全球賣全球 然後也買全球 就是買個整個全世界的商品 那很多的雙11的消費 尤其是年輕的族群 他們是很樂於把錢花在 有品牌的商品 所以台灣這時候就要想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台灣的商品不要只在賣 講你是台灣來的 對不起 你現在是跟全世界競爭 你懂我意思嗎 同樣一個桌子椅子 如果是德國的日本的跟台灣的 那你掛我是台灣的 你覺得 以它有那個消費力的情況下 它會想選什麼 它一定會想選德國日本 就是你現在到中國去發展你的產品的時候 你一定要思考你是在跟全世界競爭 所以在運作商品的時候 你就不能像以往以前賣鳳梨酥的那種賣法 進去就說我是台灣來的鳳梨酥 然後你就會覺得你是大賣 這是不可能的 沒有那個時間 那過去了 有聽懂我意思嗎 他們其實要買的是好的有品牌的產品 那品牌的產品就比如說 你就很會要 就你某程度要去運營你的產品本身 包括像比如說鳳梨酥 那為什麼維樂三秋後來就賣得很好 那就很維樂三秋它很會做品牌的包裝 品牌的經營 所以品牌這件事情 台灣的商品要進去 一些中小企業的產品要進去 千萬不能只是說我掛著台灣 你就會在大陸熱賣 對不起你沒有那個機會過了 就是台灣已經不是金字招牌 因為你所有的東西在大陸 尤其是一級二級的市場 一級二級的都市 一二線都市 一二線大都市 他們要的就是好的國際的品牌 他要有品牌的概念的商品 他不要再是那種所謂的什麼 掛一個台灣土鳳梨這一類的東西 就越來越不是這樣 在天貓的這種銷售的數字分析 你其實可以看到這個情況 那第二個我覺得台灣 真的還有優勢的地方 專業技術性的服務業 我剛剛是不是說服務業一直在往上增長 那服務業中間台灣有一個優勢 是目前大陸的缺口 就是台灣有一些服務業的項目 比如說後面我來講 大陸你知道我現在在北京 我這一週就是上一週在北京 應該說這幾年我常會去大陸 那北京讓我最經驗的是 我住在小區我動不動就會看到一個媽媽 一個伯伯就牽著一隻狗 然後那是我以往其實看不到的事情 可是現在中國養寵物的人啊 是越來越多 那對不起當寵物越來越多 跟寵物相關的所有的東西就會開始爆棚 而且是急速增長 那台灣寵物的服務業多不多 非常多而且非常的精緻 然後甚至有人可以做到非常的 就是甚至高端客製化 那這樣的東西大陸現在是缺口 真的是缺口 因為養寵物的人越來越多 然後你看喔 這個是今年1月1號 昆明昆明昆明 昆明聽起來很遙遠 昆明舉辦一個寵物大賽 然後新聞爆紅 所有的昆明都跑去看寵物跑步啊 什麼什麼這樣 你就會知道說 這就是開始他們生活當中 有這樣的關心的重點的項目出現 所以當我們是台灣的服務業 我們要去找 我們要真的去落地大陸去理解 關心他們的生活在發生什麼事 那這些事情其實是台灣的服務業的環節當中 是可以提供 剛好可以就是如果你要創業 或你想要發展 你是可以往這些方向去想的 寵物其實是一個 然後去年16年9月10月 熔岩集團 大部分我不知道 台灣都一定知道 熔岩集團是殯葬業 殯葬業 熔岩集團花了六七年的時間 然後確定就是去年的時候 進駐溫州 把整個那個集團的服務 兵葬業的服務 轉移到了溫州 那這意味什麼 這意味說 大陸也一樣開始有這樣的高端需求 那沒有人滿足他們 所以熔岩費盡心思要進去 懂了嗎 就是服務業 精緻服務業這一塊 是台灣還非常有機會去參與 去競爭的 那另外就是像什麼 他們現在開始二胎 就是二胎可以生兩個小孩 以前他們只能一胎 現在二胎 那就會二胎的意味產生是什麼 像我微信群上有很多大陸的朋友 真的就在這個時間都準備生第二個 那所以跟生產有跟小孩有關的 一定有所謂的坐月子中心 坐月子餐 然後所有母嬰類的產品 就是一個非常重點的項目 還有甚至幼教業 幼教業 那所以這個部分就是台灣目前 我們還有機會的地方 就是當它是缺口 就是大陸的缺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補足它 那運動產業也是 我們台灣的馬拉松 我們台灣的 常常會舉辦一些特殊的項目的比賽 我們做得很好 跟國際對接 然後也有專業的人才 那現在這一塊也是大陸的缺口 大陸很多的地方也開始 對於全民運動的這個主題是關心的 然後是願意發展 那他們都欠缺專業的團隊 專業的人 好 那我為什麼最後要開始講這個圖呢 我發現台灣朋友啊 對大陸 我常常有一點點難過的是說 我們常常會說 大陸哪裡哪裡跟台灣比較 然後呢比較之後哪邊好哪邊壞 我能理解因為這是人的認識一個地方 很容易的第一個基本印象 但是我有北京叫我這次去 北京朋友講一個事情 我其實非常的有感觸 北京是60個台北大 北京現在的地鐵是全世界密集 密度最高的地鐵 我在北京搭地鐵 每三分鐘一搬 沒有任何物點 那在這個情況點上 北京的朋友回到台北 就包括我那個北京的朋友是台灣人 他過年的時候回到台北 他會跟我們在 就是跟我在地鐵的時候 他會稍微的小小的感嘆一件事情 他感嘆事情對我來說其實很客觀 第一他會說真好 回到台北就是搭地鐵就是舒服 可是呢 可是呢他說 但是把台北的地鐵這樣的一個氛圍環境 移到北京是不可能的 而且是不切實際的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把台北的地鐵的工作人員 整個搬移到北京也不會有那樣的數字 甚至不會有那樣的技術 在這麼大的一個60倍大的都市 半個台灣大的一個大巨型都市裡面 地鐵可以每三分鐘完全交錯密集 毫無分秒差跡 你們理解那樣的概念嗎 所以千萬不能老是把就是我們很單純的就很覺得想像說 台灣什麼東西多好多好 然後大陸去感受不是這樣 但是你必須要去思考的是一個量體 就是你的量體你的技術能力你真的可以做到這樣嗎 那第二個部分是我認為台灣真的有很多地方也很棒 可是我們常常只會自滿於自己的現狀 然後並沒有去思考 像比如說大陸現在很多的朋友來到台灣 他們回去會寫一些文章 比如說台灣最好的最美麗的風景是人情 諸如此類 那我們曾經好好的認真看過大陸那邊的好嗎 我朋友也講了一段話 他就是讓我很深刻 他說當一個大陸朋友看得到台灣好 而且說台灣好 這一點他就贏台灣了 有聽懂這邏輯嗎 因為他看得到你好 他就會去懂得謙虛去學習去理解 但如果我們台灣的朋友都還是用一個比較負面的 有色偏見的眼鏡去看大陸 或者是拿你自己的生活方式環境去比較大陸 這時候你其實真的犯了很大的一個很多細節上的問題 就包括我說的這種量體上的落差 他們可以做到這樣 你看到他的好了嗎 然後再者就是台灣的好 今天要走出去 不能關在自己的台灣 因為你的好的市場範圍就是這麼大 那大陸那邊確實有很多的資源跟機會 那包括我說的雲七 他其實是我去雲七拜訪的時候 裡面的高階經理人其實都是台灣人 然後他們很感慨的跟我說 澤奇亞你來採訪幫我們多宣傳 我說當然我很希望有很多的台灣人過來跟你們投地BP 然後最後能夠讓你們的天使投資人向眾 讓台灣的東西走出去 可是他跟我說 從雲七開創到我那時候採訪他是去年四五月的時候 那時候到那個時候他們已經快半年 他說來台灣投地的BP是零 是零 那可是大陸是 就是滿天飛雪拼命的每天都有BP 要寄到他們的信箱 希望他們看 而且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修改三次 然後甚至有那種那個創業者 他這一次寫BP他來錄演 他被淘汰了 他回去還繼續改啊 繼續修 繼續想 繼續弄 然後只為了希望是不是我下一次再投地BP的時候 你又來選的時候我又能夠再去錄演 就是那個積極度那種心態是不同的 那我很希望是我們台灣朋友要走出去 是因為那個市場確實是相對比較大有資源 那為什麼我們要讓自己的才華埋沒在這樣的一個小範圍 就是如果你有好的東西 你為什麼不希望他可以讓更多的人去使用 然後讓你自己的創作 或你做出來的這個產業這個商業模型 可以被更多的人去就是去用他的同時 你也得到更多的能量去發展更多的創造力這樣子 這是我有一點點感觸 有一點點感受 好 這個就是台北就是我剛才講地鐵 台北的地鐵圖 這是未來台北會完成的地鐵 那我們的陶基蓋了10年 然後這現在仍然很多的線是虛線 表示他還在蓋 但是他最多就是這樣 那這是北京的地鐵 去年4月29號當一天可以承載的客人是1269萬人次 是台灣一半的人口 我們是2300萬人 但他地鐵 北京地鐵 那一天他就帶客 就帶了1269萬人 這樣知道那個概念 所以千萬不要 不要那麼 覺得就是大陸什麼都比台灣差 好 這是我另外的感受 自己這種東西 自己 你看不到自己的 所以你必須是什麼 你必須是跟一些東西去碰撞 你必須甭地走出去 當你去撞上了什麼的時候 反彈回來 跟很強很可怕的東西去碰撞 你才會讓自己 自己看見你自己 你還有更多的可能 更多的機會 更多的能量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 在座的不論是台灣的朋友 甚至是大陸的朋友 尤其是大陸的這些朋友 你們年紀還輕 所以不論在生命當中 遇到什麼事情 你就讓自己 就是先告訴自己說 我先去試試 我就算是跌倒了也沒關係 因為跌倒了那個 跌倒的感覺 你會記得 然後那是你人生 很重要的一個經歷 那我希望 這是我今天 今天到這邊的一個 講座的內容 然後最後最後 OK 這邊 這邊是 因為時間有點 這是我們的FB 我的微信 如果你們就是想要關注 我們這個媒體 因為我們會持續的 不斷的辦講座 那其中就是包括 我們暑假目前已經規劃兩個營隊 一個營隊就是剛開始 你們現在拿到的那本義烏 那去年我們在7月的時候 有帶台灣的朋友去義烏 參加過那邊的淘寶訓練 那個淘寶訓練的那個營隊 甚至還改變了一個女孩子的一生 這樣講有點誇張 但真的是這樣 對對對 就剛才一開始我在播那個片子 他本來是台灣逢甲大學 要生大三的小孩 結果他被我帶去義烏 參加營隊 第三天他就跑來跟我說 陳姐 陳姐我要休學 我嚇到了 那他是說因為他在台灣 他念完財稅系 他一定是失業 那他為什麼不就現在開始去義烏 把電商學好 那他認為中國的電商的發展 還有很多的潛力 那更何況在中國現在要發展電商 裡面真的是一門龐大的學問 你要怎麼樣經營成為一個電商的老闆 你其實有很多的技術要學 那所以那女孩子就真的休學 然後去大陸那個義烏念書了 那所以我後續我們的這個FB 或我的微信 其實都會隨時的把這樣的訊息 分享給大家 那真的很感恩今天大家來參與這個講座 請問到現在 我剛才一路一路講 但是來不及讓你們問問題 你們有什麼問題 我們現在可以直接就是發問 然後把我知道的 盡可能的再跟你們分享 請說 我剛才看那個新聞報道 對 他有講說 我們台灣的休閒食品 對 妝保養品 對 現在要進大陸到五成退貨率 退貨率 退貨率 對請說是怎樣 好 這有幾個部分 中國目前對於食品及化妝品呢 有極其嚴格的規定 目前台灣有很多的做這一塊產業的廠商 並沒有立刻跟進 包括他們那邊食品法 現在對於食品上面的包裝都有它規範的要求 那台灣在這些食品都沒有去做到這些規定 又還有包括剛才講到進去海關的這個程序 他們有一些人是走所謂的小三通 但是對不起 大陸現在對於海關的這一塊 財稅的這一塊 其實也開始在嚴格管控 小三通都已經不是一個正確 把台灣商品送去大陸的所謂的正統的管道 所以這些人他一定要回到本質 第一完整的去了解大陸目前對於食品化妝品 在去年他們做了非常多的完整的一個規範 就是做這個產品 你產品上要有哪些標示 成分要做哪一些說明 然後包裝工廠生產的字號 諸如此類 你一定要去尋正常管道去做到 所以我覺得台灣新聞常常讓人家也很失望的地方就是 他沒有講清楚說明白為什麼被人家退回來 就以為說這是一個不友善的行為 但是為什麼不思考說 在他們的那個我們自己有食品法 我們自己有化妝品法 可是我們到了要東西出口到大陸 為什麼不去理解他們的法 不去認識他們的規定 然後你就認為你可以小三通 就這麼的偷偷送過去嗎 是嗎 就是這樣的事情我們一定要弄清楚 就是不能只是一個退貨這樣的行為 就認定它是有一個負面的一個 對負面的那個做法 而是真正就我們不合法 你不合法在先 你就沒有辦法要求別人說 要把你的貨物送到他們的國家去買 還有其他問題 請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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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更密度更多 對 對 對 沒錯 謝謝你的修正 這樣是正確的 給你正確的資訊 對 對 對 但是它預計2021年就是它的整個線路的密布 對 對 對 有一些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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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速度 對 都沒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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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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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都要在一起學 對 台灣的地鐵也是做比較慢一些嗎 比較慢 對 桃園西園這些都是整個北部都會區 互相遺言公交還是欠缺 欠缺 真的很欠缺 對 對 對 好 那 沒事 哈哈 沒有兩個地方想 好 對 對 然後我之前我在學校內 我跟導師自己做了一個研究 是 我自己研究電商 對 對 我做一個他們資料 然後我有考慮 就 有規定一下他們的整體的架構 其實這個阿里巴巴這個電商 它只是阿里巴巴整個第一盤的一部分 對 就是從那個角度上你可以看大陸市場有多大 它這個是天堡平台的一個相當一個超市 一個公共的超市 對 就是它的一個品牌端而已 這個入口 然後它其實最大的那個產業沒有放出來 它最大的那個產業其實是一個全球 比如說像大陸全國和整個全球的批發市場的那個值 它是不僅每年會收取一個企業的一個平台的入住費用 可以收取會員費用 還有收取培養的費用 那個的產值大概會在 上 要比一千多億要高很多 快到那個一萬億左右 這個是非常非常大的驚人數值 別人每次看到那個雙十一那天的數值都會覺得這個數值其實很大 很驚人 對 其實這些廢物的數值他們是這個不大 這個只是它的一個一個領頭而已 所以就是從這個方面的角度來說的話 大陸其實這個市場是非常非常之廣的 所以說一個一個小的局限已經蒙蔽了 其實特別特別大 它的業務現在開始延伸到一些高端的 比如說大陸我覺得你也提到說 大陸比較關注一些虛擬現實像VR這樣的東西 然後淘寶現在也比較關注像阿里雲 雲計算這些東西 他們是正在研發說 然後把這個我的產業做到世界的尖端 這樣才不會落伍 他要把阿里巴巴打到一個一百零年的企業 就是說我要比一百年要多一年 我至少要做到這樣一個目標 然後第二點就是我想提一個就是 關於後來您講那個賣台灣的商品 不要只賣台灣 賣品台灣文化 對 因為其實大家對大陸的印象就覺得說 大陸現在好像買東西的話 好像就覺得自己的東西不好 別的東西很好 其實像大陸現在又在改變說 我自己的東西會 慢慢的要求會越來越嚴格 就像您剛才說 大陸那邊現在已經開始排出一些 比較太污染的一些東西 對 越來越要求自己的東西更好一些 有這個趨勢 然後其實我們自己還有 如果旁邊的很多朋友還有很多一部分人 在買特產像鳳梨酥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只是用了台灣的情節去買這個東西 並沒有被考慮到說台灣這個口味會多正中多正中 其實我們第一個情節說 喔台灣的東西 我再嘗一嘗 我覺得台灣好像覺得沒去過 但是我想很想知道這個東西 對 但是現在其實說實話 下面很多鳳梨酥也有 它做的那個口味 其實和設計感 其實現在已經很高了 只是說 大家對自己本土的東西不太感興趣 台灣東西過去好像感覺很好 但是 但是以後慢慢的發展的話 大陸那邊的東西可能會 慢慢會跟台灣相提並份 就是變價齊去 對 或者又可能會超過台灣 所以我很贊同你說品牌文化 然後那邊也 現在慢慢正在做 因為我自己跟導師也是研究品牌 所以那邊找很多產品 那邊也開始進行品牌的改革 對 就是慢慢一開始加上自己品牌的標籤 開始像 匠人精神那種 那種規模化 那種精細化的去發展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說 台灣朋友的話 有可能的話也可以去大陸看一看 看大陸現在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有可能 基本它只是一個 管著黑暴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真正去了解的話 你才知道 那邊到底現在正在幫 大陸人很喜歡來台灣看 然後我也希望台灣 台灣這邊同胞人 希望到大陸看看 這樣周圍的話 對台灣的發展和以後的變化 也是非常大的一個狀況 對 對 對 謝謝 謝謝的那個回憶 那還有 還有還有誰想要再多了解 沒有問題的嗎 就是有想要再 或我剛才的內容裡面有 有不清楚想要再補充的部分 我的那個 廈門的那一份優惠政策 我後續 如果大家願意的話 就是留下你們的E-mail 或者你們待會就微信給我 我會私底下寄給你們 就是廈門的 因為可能大家還是會想要知道 優惠政策裡面到底寫了什麼 那我手上的那一份資料是比較完整的 那我可以把那個直接台辦給我的這一份 完整的電子檔 就是寄到你們的信箱 然後讓你們再就是多了解一些 然後因為這也不是什麼機密 所以我可以就再寄送給大家 那還有誰 就是可以對少我的微信 然後把你的E-mail寄給我 我就把這個資料分享給你 那還有 因為我現在都要去平台 喔平台 那我之前也分享一下 就是平台的認識嗎 嗯 你去看看就好 平台那邊的發展 會有一些局限性 因為它是一個島 然後它跟福州的交通 還要兩個多小時 那一到兩個小時 就是它現在有高速公路 可是我不認為 你如果要去那裡發展自己的一些事業 即便它有一些優惠資源 那可是它不是一個很正常的 就是不是一個有開闊性的地方 這樣說好 對 腹地還有交通還有各方條件 那如果你真的是 我不知道您做什麼產業 但是一般要做生意 我想大家應該要去思考就是 你的客戶在哪裡嗎 嗯 那平台的情況就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有局限的地方 對 但是你可以去看看 它的標榜是說 把不見的北端 就是打到一個第二個項目 就把新的定位是這樣 然後每年 就每天的產值大概是一個億的 每一億的 但是還是差很多 嗯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原始的島嶼 對 有基礎性的一點點的島嶼 對 然後想打造一個很那樣的城市 對 其實是有很多的中間的路要這種 對 但是這個政策是變化的 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停滯 你也不知道什麼政策會影響 它的規模建設 所以就完善度和穩定度來講的話 可能它的穩定度 不及其它城市的那個考慮性 對 但是它的潛力也是有 就是說 反正風險危機 就是危險和機會並存 對 所以你去考慮怎麼去考慮那個東西 就是變成你自己口袋要深 如果你要在那邊發展 因為你要長期抗脹 就是說你口袋夠深 所以你可以等它後續發達起來 但是它需要一段時間 對 這個部分其實也可以再多交流 就是大陸真的很大 然後 我必須說就是 比如北京、上海、廈門 我隨便這樣講三個都市 或者甚至廣州 其實都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生活型態 跟產業的發展方式 那所以不論您做什麼產業 你無論如何是必須要先去理解那個都市 跟你的相關性 所以我才會一直說 優惠政策真的不是第一考慮 雖然台灣朋友很關心那個部分 但是那不是一個很健康的思考邏輯 而是你必須先知道你究竟去大陸你要發展什麼 你想要在那邊用什麼樣的能力活下去 那你理解你現在要去的那個都市嗎 對 然後那個都市到底你還可以去 就是整合到哪些項目資源 比如上下游廠商啊 或者是你今天要做商貿 那邊的貨物運送海關之類 對金流這類的事情 就都還是要去真正的落地去理解 對 還有朋友有問題嗎 歡迎你們 或你們願意的話私底下微信我 就是我我也必須說 我真的也有我的盲點 就像剛剛那個浩生同學指點我 就是北京不是地鐵世界上最密集的地方 這確實就是我們雖然到處跑 但是東西做媒體的人有時候看的是比較雜 就會比你們稍微多 但是不見得精不見得準 就是那個精準是做生意的人 你要落地做生意的人 你自己必須要努力去掌握的 那有一些東西 當然就是你們願意跟我交流 我願意就是盡量把我知道的就是分享給你們 因為我們在線上跑兩邊跑 就是我沒有時候可以接觸到比較多的訊息 但是那些訊息在大陸這麼大的一個地方發展 就像剛才那個珊瑚說的 很多地方的發展的變化 就是隨時在變 平潭也會變 然後但是因為不知道會變成怎麼樣 所以很多東西是你自己要去掌握 就是不論做創業 或是去那邊就業生活 我想都一定要考慮再三 不是優惠政策就可以讓我們就這樣過去 那是沒有意義的 好 那謝謝大家 然後如果真的有問題隨時的 就是微信可以給我 我能委定私底下就是把我知道回答給你們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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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陸陽敷發器 哈囉 哇你現在在敷發器喔 對